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适应环境 报道称 美国现在的航母等大型水面舰艇造下高昂 如果被击沉将带来财政等方面的沉重压力 用灵舰队是美国海军分布式海上作战等理念的组成部分 连舰的无人舰艇不但可以大幅降低建造成本 还能避免执行高风险任务时的人员损失 因此 美国规划未来将由77艘到140艘大中型无人舰艇 作为现役有人舰艇的补充 此前 美海军无人舰艇主要在本土和夏威夷海域 进行测试 太平洋舰队于今年5月举行了无人系统 一体化战的问题演习 随后 四艘无人水面舰艇 水手号 游戏兵号 海上猎人号和海鹰号 于8月现身珠港 前两艘为中途改造的无人舰艇 而海上猎人和海鹰号 则是美海军专门研制的无人作战平台 能够连续航行术中 在大洋上追踪对手潜艇 外媒认为 这些无人艇越来越多的参与演习 表明了他们在未来作战中的效用和战略重要性 从2018年开始 在幽灵舰队霸主计划的名义下 美国已将多艘商业快速补给舰 改装成无人水面舰艇 安装有航行和执行任务相关的核心设备与传感器 接受了广泛测试 除了最基本的无人航行 除了最基本的无人航行自动避障等功能外 他们的潜在用途 还包括执行电子战任务 收集情报 反潜和扫雷作战等 去年五角塔楼还公布了一段无人舰艇发射标准6 远程防空导弹的视频 美国海军巡卫网站称 这些无人舰艇可以安装MK70集装箱式导弹发射系统 从而快速的获得导弹发射能力 同时他们还配备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开发的宙斯顿作战系统 可以舰队中的其他宙斯顿战舰连接 以获得必要的目标作战数据 美军计划未来将标准6导弹 装载在无人舰艇的储存发射一体装置中 充当海上分布式武器平台 并分散在相距很远的距离上 去年环太平洋多国卫联合演习中 就演练了有人和无人平台 联合发射导弹打击水面舰艇的科目 据悉美海军海将在今年进行海上加油测试 以评估无人参与情况下的补给能力 外媒宣称 中国近年来发展的巨矩制反进入战略 迫使美海军远离中国海岸线 而所谓分布式海上作战等新概念 就是美军为西太平洋与中国作战而提出的 旨在分布部署通过网络化指挥实现联合打击 廉价和使用方面的无人舰艇 更有利于美军的新战略 随着未来无人舰艇的大量服役 他们不但可以解决美军舰艇数量相对不足的问题 还能执行反潜滨海作战支援 以及有限的对地攻击 反舰和防空等常规使命 从而让美军昂贵的居住舰 护卫舰等 腾出手来执行更大更复杂的任务 不过虽然无人舰艇具备建造和维护成本低等优点 但在美国国内 对是否需要大规模建造无人舰艇的争议很多 虽然美军一再强调 无人舰艇主要以自主操控为主 但特殊情况下 仍需要人工远程下达指令 如果通信系统遭受攻击或联络中断 美军就会失去对幽灵舰队的控制 好了本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